我們請這個主席我們請這個林主委 請林主委 我們還是請那個王美會委員質詢完再休息好了 我首先說明我這個標題不是針對我們招委 這是因為上個禮拜我們在排這個中火案的 為台中人民生命健康這個肺的健康排中火案的時候 我記得在場的這個我們審法會委員說 防疫期間怎麼可以排這種中火的案子 這個影響到這個不關心那個防疫的事情 那如果以他的這一種他的這種說法他的這種標準呢 那防疫期間你們還排這個黨產不當黨產的這個 不當黨產不要連委員會的這個案子 那是不是也是防疫期間不忘追殺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民黨就是這個標準的這個雙標黨 他們做的都可以國民黨做都不行 我也特別在強調不是針對我們招委 上個禮拜的那個事情 那我們今天來講這個不當黨產 那我針對剛剛我們管委員說的就是這個 這些什麼行政法院的法官 還有這個大法官釋憲的這個時間 程序各方面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我們不當那個我們這個黨產會 所做出的行政這個這些處分這些正義 就是在行政行政法院我看我整理一下資料 在這些行政訴訟四縣的這個統計裡頭 黨產會勝訴的貴單位 17件你們敗訴的6件你們勝訴還比較多 申請四縣有5件審理中或是停止訴訟的有12件 然後16件行政處分總共有這個40件的這個行政訴訟 這是從你們專案報告這個找出來的資料 可見這個行政法院的法官 並沒有不公正的在處理事情 那這些數據統計的意義呢 證明了行政法院不是像上一個會期 這個我們理居委員說這個國民黨的 國民黨開的這個當然我們也希望這個民主法治社會 國家一直進步也不應該是帶風向變成是民進黨開的 如果這個行政法院是不公正的話 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多國民黨被申請的這個案子 被駁回的這種判決 那會被駁回應該是法律上有一定的這個 有一定的他的這個依據 那法院這個法官申請四縣一定有一些他認為的違憲理由 這個主委您認為嗎 對我們尊重個別法官的意見 是嘛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四縣的這個理由大概有 我整理了一下大概有三大理由啦 第一個明顯有為平等原則和比例原則 第三條第四條第二款後段違憲 第二個透過立法推定為不當黨產除了禁止處分外 另外處罰限制財產權破壞財產的支配自由度 是對特定財產權的剝奪該法律制因屬危險 第三個違反憲法保留 侵犯司法權侵犯司法權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立法權也不能侵犯司法權嘛 我們也不應該說跟大法官會議講說 你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情 這個違反權力分立和正當的這個法律程序 這個請問主委您認您是大律師嗎 您認同這些四縣理由嗎 我尊重但不認同 你不認同 因為你是站在你的立場 但是這個民主社會本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我尊重但不認同 我想請問你們當場會有一個重要的工作 是在調查人民的這個權力回復案嗎 對吧 這是我們的權責 你們有做嗎 有 有做嗎 他如果主張他的財產被國民黨侵奪 那當然我們要去調查 那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木柵的國發院案 就是那個夜宋人的小小 那你不要只關心到台灣本島嘛 比如說我跟你說啊 金門地區嘛 剛剛存如我們鄭天才委員所說的嘛 那以前這個中華民國是國民黨附水組織嘛 那以前這個軍隊 國軍嘛 黃埔軍校也是國民黨設立的嘛 所以他也是一路以來都是聽國民黨這個指揮嘛 那國民黨這個軍隊啊 當初在1949年啊 民國38年到金門去啊 佔了很多金門的這個土地 你們有做這方面的 現在那些如果是國有的話 就不在我們的調查範圍 如果是 國有 如果是國有就不在你們調查範圍 那如果還不是國有的呢 如果 那要看具體個案的情形 歡迎有人可以跟我們檢舉 有有 我們有具體的案子齁 那我們看齁 有那個金門的有幾塊齁 這個你們調查的齁 你們沒有調查啦 你們事實上是沒有去調查的案子 今天有很多軍戰民地的案件 軍戰民地 現在還在軍備局 這個還有這個國防部 所以這個是政府的 那 以前黃埔軍校不是國民黨組織和控制的嗎 黃埔軍校去拿土地送給中華民國 那就是國家的了 那國軍呢 國軍最早也是國民黨的控制啊 那如果現在這些不動產是登記在國有 國防部管理 這個全部都是國家的 所以呢 這個就不歸我們管 所以當初人民被這個 你們只管當初這個國民黨佔的這些 黨的部分 那當初這些人民被軍方被國軍齁 被這個黃埔軍校 國民黨的這個附水組織佔這個土地 現在這個權力要怎麼恢復呢 至少這個不是我們的權責啦 為什麼不是你們權責 人民權利回復案件明明是在你們的 我們在處理黨產 不是在處理國產 我們是希望不當的黨產還給國家 現在金門的土地曾經有被 金門的例子是這樣 被軍方佔了 軍方佔了以後就變成又變成是國民黨的 又變成是國民黨的 那如果是現在是國民黨 就歡迎跟我們檢舉 有齁那我看你們沒有在處理啊齁 有 來我舉例啊 也是有人來主張這個 我舉例齁 這個你們的這個土地裡頭齁 就是人民權利回復齁 因為人民權利也是人民權利的回復 也是你們應該辦的事情齁 但是我看你們的網站上面齁 在權力回復上面好像處理的案件是零啊 為什麼 我們現在處理當中有一件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了 就是木炸的國民黨的國發院案 那你們的網站公告不實是嗎 不是我們到了必須公告我們就會公告 那沒有公告表示還沒有做進步 那所以我們其他的案件 我們金門的相關案件你們沒有在幫我們處理啊 如果檢舉來我們有回函表示在調查中就是在調查中 那既然是調查中表示還沒有結論 我們就不會公佈 好那請問齁 那如果當初啊 人民自願捐給國民黨使用的土地算不算不當當產 那就沒有不當的問題啦 如果自願捐的有什麼不當 自願捐的喔 因為金門有很多國民黨的這個黨部啊 都是人民自願捐的 除非你事後主張說你是被迫的 被拿槍壓的 像木炸國發院案我再講一次 所以如果是人民自願捐的 像那個國民黨這個黨部上面都有刻下這個 某某人啊自願捐的多少 那些人甚至都沒有來跟黨產會說 我當初是不自願的 那當然就不會再進行調查 那這樣子為什麼我們金門國民黨的土地被你們查封了 那些人明明就自願捐的啊 而且他們也說了喔 國民黨的土地原則上就是已經先凍結了 因為在那段期間取得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會了解 所以如果自願捐贈給國民黨使用的土地 不算不當黨產喔 算不算 如果是自願捐贈當然就不會 對自願捐贈算不算 我們現在調查的重點是 可不可以申請返還啊 讓我說一下 我們現在調查國民黨土地的重點是 我們先分辨說他是從人民來的還是從公家來的 那人民來的 如果是人民來的 那人民沒有來跟我們主張 我們就先不會進行調查 如果人民來跟我們說 喔當初我是不樂之捐 那當然會進行調查 那據我所知 我們金門縣這個國民黨這個黨部的這個土地 是人民自願捐的 那歡迎委員提供 那那那自願捐的 但是人民也沒有主張喔 那那就沒有辦法 他們也沒有 但是你們查封喔 不是 但是你們查封嗎 我們沒有查封啦 喔你們凍結他使用 我們是凍結 那你們怎麼可以凍結他使用呢 人民又沒有來跟他 而且我們 你們這樣可以這樣不當這樣一直連結他 我們會去分辨 人民已經說了 金門的民眾已經說了 這是當初自願捐給國民黨 我們會去分辨 喔 剛才有委員諮詢我說 為什麼我們准國民黨去賣土地 我說我們會去瞭解那個土地的來源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也會許給他 所以如果說人民說他是自願捐的 那你們就不應該去凍結嘛 他自願捐的啊 至少我們沒有把它移轉左右 那他都沒有主張提供以後你們怎麼可以 不是這個就是法律自然就 立法說就是這樣處理 所以你們把所有 不管是相不相關 全部有國民黨都凍結嗎 我們 請委員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看 我知道我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他沒有來跟你提出來 你也可以主動的去凍結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就是當初立法的時候就是已經凍結了 那這樣你們的權力未免擴張的太多了 我剛剛說那我們會區變 有問題的我們會處理 沒有問題我們先放著 好所以反正你說 如果人民自願捐給國民黨的這個土地 如果確認沒有問題 對好 那如果說好假設 假設他當初捐給國民黨 假設他當初捐給國民黨 那他現在可以申請返還嗎 可以嗎 那要去跟國民黨申請啊 那你們但是現在被你們凍結啊 那怎麼緩反呢 那請國民黨來跟我們說 說他覺得他應該要還給誰 那個這個土地是從他來 從哪一個人民來的 然後 那我們再來 那有沒有一個期限啊 有沒有一個期限 沒有這個其實沒有期限 有沒有期限 沒有嗎 國民黨要來跟我們說 你們的條例告訴我們說 是有一年的期限 第25條 回復權力 沒有期限嗎 什麼 沒有期限嗎 這個 所取回或做生期不當取得的黨產 這個財產啊公告條例 一年內向本會申請條例啊 申請回復權利這一條 25條 沒有期限嗎 我現在的案子就很簡單 我現在的案子就很簡單 當初人民志願捐給國民黨 那現在如果他不要回來 你們 我們其實目前 我們簡單的講齁 這個是具體的案子 當初他決定要捐給國民黨 他也沒有要要回來喔 所以你們現在來我先問你 你們現在能不能凍結 這個很重要 請委員先看25條的請問 你回答問題 問題就好了 我反正簡單的回答齁 因為時間到了 那個 當初人民志願捐給國民黨 那他現在也沒有要國民黨緩繁 請問你們可以凍結嗎 你們已經凍結了啦齁 當初就是凍結了嘛 好 那所以如果說人民他說他志願捐的 你們現在要把這個解凍吧齁 沒問題吧 不是這樣子 不然是應該怎樣 人家捐的也沒意見了 你們自己把國民黨財產瘋這樣 我們如果調查完成的時候 我們會公開的說明 那該是國民黨正當的財產 我們會留給國民黨 但還沒有到這個時候 那你們怎麼 剛剛我們管理說 為什麼你們調查這麼久 百姓志願要捐 所以我剛剛說嘛 德國的黨產會做了16年 那你們人家不要 反正金門地區的民眾 主張啊 當初捐的這些主張 如果說這些都是捐的人 如果你們真的要凍結 要凍結還給中華民眾 他也不要那你就還給人民 來我再最後一題 一分鐘 來 那個出國旅費10萬塊 我講一下 現在因為有疫情 我沒有罵你 我說是審發會 來 我罵不是你 對啊 這個業務包括對啊 我們那個做也是啊 來那個10萬塊 這個凍結10萬塊這個部分 就是說現在不是疫情很嚴重嗎 對不對你們要去德國考察 我建議說這個也不用解凍 因為現在要出國也 也第一個也不可能嘛 第二個也很危險嘛 為了大家的生命健康 我建議這個10萬塊應該繼續 繼續凍結 謝謝 我先不了 好謝謝 已經宣布解凍 因為是報告案 對已經宣布解凍了 然後沒有意義 對不起 這個一定要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所主要監督的 所有的部會業務報告 是我們的責任 哪有什麼追殺國民黨 那上個禮拜我們排凍火 為什麼就是不顧疫情呢 那個是專案議題了 我沒有說錯 你剛剛那個要收回 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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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上個禮拜跟禮拜 都是OK 都是可以排的 我也沒有罵你啊 我沒有說你罵 我說是審發會 你自己為什麼違背你自己的看法 還弄那個牌子 我自己的看法 你又說可以 你自己的看法 你還拿一個錯誤的牌子 違反你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在這裡強調審發會 委員上個禮拜講的是不對的 所以那個不是針對今天 對不對 我針對那個 上個禮拜審發會委員 好 那個不是針對今天 好 我接受 我們繼續請網美會委員說明